中美之间日本已经看明白了 家道中落狗先废 日本很清楚现在该怎么做 这段时间新首相施破帽上台后 日本的风向变化很有意思 很多人可能没看明白日本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一会说亚太版北约 一会跟中国抛灭眼 然后又对美国的亚太政策闭口不提 假装看不到 而且施破帽这个人从意识形态上也很奇怪 不仅反华而且反美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得不说施破帽能当选日本首相 确实存在一定的意外 但其实这也反映了 日本在整个外交政策上的微妙转变 首先日本骨子里本身带有一种 莫强莫大心理 对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有着天生的仰慕和追求 而正是在这种心理下 日本对实力的感知是非常敏感的 因为日本的民族性就是一副强者求生 欺凌弱者作乱 如何在不同阶段正确识别强弱 几乎是日本的本能 因此春江水暖压先知 家道中落狗仙匪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 日本绝对是最先最明确感受到中美势力变化的国家 简单来说 在中美之间 日本已经看明白了 自己再这么跟着美国后头继续对抗中国 最后倒霉的第一个成为炮灰的 只能是日本自己 搞清楚这一点 就能很好解释 日本这段时间的拧巴了 日本看清了中美实力的对比 但受限于美国控制 又没办法直接转向中国 那怎么办 石破茂很聪明 在上台之前就大嗓门的一直喊 建立亚太版北约 让美国有点猝不及防 日本反向施压美国 要求加速亚太的对华战略 言外之意 你美国干不干 不干我就自己干了 而眼看美国没给什么回应 那日本就另起炉灶了 先跟中国抛媚眼 表示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这一套组合权下来 日本释放了两个很明确的信号 第一 主动呼吁亚太版北约 使日本正在寻求自主化 寻求独立发展 第二 向中国抛媚眼 是日本正主动缓和对华关系 希望加强中日合作 而对此 中国也是大门敞开 前几天我国外长王毅 在跟日本新外相 言无意义通话时 就明确表示 期待中日关系有新发展 还称赞了日本新政府 最近一段时间对两国关系释放出的积极信号 可能会有人说中日关系没有任何缓和的空间 但其实是有的 而且国家是给出了明确条件的 那就是日本自主化 摆脱美国的控制 现在石破茂在干的就是这个 他不禁公开表示了 希望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 平起平坐 而且用亚太版北约 反将了美国一军 石破茂的言外之意 就是在提醒美国 这亚太的事情 你美国还管不管 你要是不管 那我日本就自己管了 我就寻求自主化 独立发展了 而中国要做的 就是等着日本地上投名状 同时在此期间继续向日本施压 这样一来 日本就会将压力再传导到美国头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